我們看到這位三明星 在這裡很驚訝 一年他拿出他們的薪水 條子 指控說 他們一個月的地心 不到一萬塊 加班要一百七十多 點正 兩年落後 上百萬一天 讓人頭拿起 說減化的薪水 最沒有六七千萬 有人都不會抓到 幾乎落跑 現在新北市政府有改立處理 凱莎巴西特約代表 約在一起的這份三明星 比這說是會廣工程 兩年前來臺灣做的一年就一天 在薪水條說 他一國的地心 只能高薪六百七十七 加班的市場是一百七十六點 不過 一點正的加班 給他只能四十七塊代表 一國的算起來 差不多兩萬通而已 要不夠發展基本港主 現在加班的市場也超市嚴重 在薪水條說 他們說他們每天早上六點 就比再去港地 有人是要做到 晚上八九點才下班 同一般來臺灣有133人 跟他們簽路動客戶的 分別是一年的國營公司 尾卡跟臺灣的英鎮鎮鎮定 其實他一個月應該要領到的薪資 應該是五萬四千八百一十三塊 可是他實際領到的錢 只有兩萬零三百四十四塊 中間的缺額高達三萬 三萬四千四百九十六 陸東部立法室官員說 他這就要合無法 他家的老闆就是英鎮鎮定 他家的老闆就要以新來承諾鎮定 這位老闆有違反路規法的紀錄 可以將老闆發兩萬九十百萬 並且於一筆印飛機蘋果的輸口 立委立委這位老闆正行者中台 會要求交通部法務部改立調查 記者綜合部讀